孙权的成功和三国里边 另外一个年轻领导人的失败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谁呀 刘善 诸葛亮的一把把心酸泪呀 都没能把他给扶起来呀 陛下 相父早些回府歇息 千万不可过分劳累 走吧 快走 可见不是所有家底雄厚的人 都是一个合格的创业者 那既然说到这个刘善了 刚才就接着跟大伙聊聊 这个刘善的老爸 老爹 也是创一代刘备 23岁下海 58岁称帝 白手起家建立蜀汉 处处示弱的刘备 如何得人心 那精英 迎天下 请继续收看 《故事刚刚好》 三国创业第一人 刘备的创业奇迹 这刘备呀 跟孙权不一样 刘备的这个开局 甚至比普通人创业都困难 不履为奸 刘备事局相礼 并无爵威 以知习范吕为业 那从藩府走卒到一代帝王 刘备这个创业路 共分为几步呢 咱们拢一拢 首先 刘备十分善于立人社 给自己呀 出身和性格 打造出了一个一个的标签 刘备给自己设立的第一个人社 皇亲国戚的身份 我是汉氏宗亲 景帝之子 中山靖王刘胜之后 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呀 出身十分重要 有多重要呢 就连号称说王侯相相 宁有种乎的 陈胜吴广 那不都得往鱼肚子里边 塞点纸条 写上大鼠星陈胜旺 整这策略 才能够成功启示 所以说刘备 还是十分聪明 他这一个皇叔的标签 那顶得上是家财万贯 那刘备给自己立的 这个性格标签是啥呢 人德 这和现在的一些个 表面上立深情的人社 被地里边去沾花惹草的 这个渣男不一样 那刘备立的人社 确实表里如一 但为什么刚才说 刘备在立人德的这个人社呢 因为有的时候 他故意做一些事 刘备把自己这个人德放大了 他会找机会 给拿到众人的面前 表现出来让你看 其中最著名的 就得属这个邪民渡江 当时荆州这个老大刘表 刚刚病逝 曹操兵发荆州 继位刘表的是他这个小儿子刘从 曹操那边刚发兵 他这边就准备了 就向曹操投降了 你觉得自己的恩威才智 比曹操如何呢 万万不如意 这时候 刘备正好带着众人寄居在荆州呢 诸葛亮就劝刘备呀 诸葛 刘表 有没有把荆州托付给你 他确实想让我提令荆州 但是我拒绝了 我请刘表 你刘其为荆州之主 我会忠心辅助 国人不出国所谓啊 那诸葛亮又说了 曹操大军马上要到了 刘从这又要投降 不取荆州 咱们怎么办 军事既然料到我会聚领荆州 总该想好下一步方略了 当然 放弃心意 退守将下 没想到啊 刘备又不干了 他说 古今城大事者 莫不以民为贵 荆州老百姓这么信任我 我不能弃他们而去呀 最后 诸葛亮出了个主意 派人在城里边 敲锣打鼓 通告 刘备呢 刘备呢 就派这个关羽 到岸边准备了 几百艘船只 以便邪民渡江 据说呀 这一行人走到当阳的时候 跟随刘备的老百姓到多少了 十多万能够日行十余礼 刘备 邪民渡江 除了考虑老百姓的安危之外 咱们说他就没有一点私心吗 首先 刘备 邪民渡江这个一举 张飞 关羽 这些人看来就觉得 大哥仁义 仗义 其次呢 事实也已经证明了 随着大军撤退的步伐 跟随刘备的队伍也是越来越壮大 最后啊 这十万百姓 转换到现在这叫啥呀 流量啊 那流量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宣传哪 这十了万百姓最后四散各地 一传十 十传百 十万传百万 这刘备仁德之名那是必将远扬 这也是为什么诸葛亮向刘备提议 就得敲锣打鼓 变告老百姓的原因 在老版的三国演义大伙看啊 这个电视剧里边 诸葛亮和刘备决定邪民渡江之后 二人是深深对视良酒 可令人变告百姓 有愿者同趣 不愿者留下 第一军事之一 相信哪 导演对这个镜头的安排也应该是大有深意 啊